靓仔 你有没有碰到过打贴裤球时 带口在左侧会经常打厚 而带口在右侧时却经常会打薄的情况 这是因为你的出杆产生了习惯性的偏移 由于对进球点的模糊 导致了手架摆放的位置不对 瞄准方向偏厚了一点 一打结果发现真的是偏厚了 但是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手架没有摆放对 而只是在每次出杆时害怕自己打厚了 会下意识地将杆头撇向右边一点 这样做确实会偶尔让你打进几杆 同时也让你形成了出杆朝右偏的坏习惯 相当于你的杆头是成一个弧线向前出杆的 这种出杆动作如果在杆头撞击的瞬间 是打在了白球的中心点上 刚刚好能将球打进 但如果杆头晚一点接触白球 会打在中心点的右侧 这样就会让白球产生一点向左的偏移力 会导致白球偏离球杆方向的左侧 结果就是你越想朝着右侧打 白球反而会越偏到左侧去 当带口在左侧时 继续用这样的习惯打球 出现的结果就是打薄了 所以请记住 一旦出现在样的情况 首先需要在白球旁边进行空杆训练20次 使得每次回杆与出杆都处于同一方向上不变 接着根据目标球的结果来调整首架方向 调整方向时 一定要以白球球心为原心 进行整体调整 千万不要单纯的只移动首架来 除了 除了 感谢观看